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小伙子几乎是面试录取 遗弃呵成 随后立即投入了工作 是什么原因能让FAST工程这么迫切地需要一个刚刚毕业的小伙子呢 完成了早期的选址工作后 决定由中国独立自主建造新一代天文射电望远镜的男人东团队 在1998年公布了FAST概念后 团队进入了望远镜的技术预研究阶段 这样一个体量的大科学工程预研究 包括了台指开挖 反射面 溃源支撑 测量与控制 接收机与终端多个系统 35个子课题 分别涉及的天文 测量 控制 电子学 机械 结构等诸多学科 在国内外均没有任何相关经验可以借鉴的前提下 对于男人东团队来讲 自主研发一个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面临着极高的技术风险 失败的大科学工程研究项目 那太多了 全世界到处都有例子 你干了一个大科学工程 风险肯定在那里 干不成怎么办 还是要干 随着近年来的科教新国战略 中国对基础研究的迫切性和扶持力度 在不断加大 通过对人力物力的科研投入增加 进入预研究阶段的FAST团队 也开始了专业人才补强 在预研究启动的这些年来 男人东一直未雨绸缪 储备着相关技术团队和人才 每年开一个大射电望远镜的学术年会 那个会开得非常扎实 一般都会开三四天 这批八十多人的这个参与者呢 就是自愿 或者被男先生的个人魅力感召了 被大射电望远镜的这个理想感召了 在办公室前来面试 并被录取的小伙子江鹏 就是在FAST预研究的关键时期 加入了这个集体 他应聘时刚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博士毕业 我的学科背景正好是交叉的比较多 本科和硕士学的是水工结构 再结合博士学的这个固体力学 就非常适合FAST这个专业的需求 为了满足FAST项目的建设需求 科研人员已经多次往返于大窝当 采集环境的详实数据 进行进一步勘察 大窝当我去的就多了 剩下起码有四五十次 肯定有了 男老师他开始也去的多 他可能前后 他起码去了二十二十多次 为了方便科研人员频繁考察 平堂县政府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 用粮食和棉花作为酬劳 组织当地村民修通了一条 长达七点八千米 从大山外直达大窝当的简易路 因为当时要接着项目了 如果没有路车子也进不来 人都要靠走路 什么东西都要靠走路 流水人全部老人 也就是都说东宫可能有几百人 死来天就全部开通了 在没通水没通电的条件下 科研人员一次次来到大窝当 通过人力把测试设备运进去 进行着沿土分析 信号测试等详堪工作 他们只能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 我们当时饮用的水 都是地表水 基本上没什么过滤 就是做的混凝土坛 然后里面装满了雨水 然后我们就挑回去 做饭什么的 洗澡都是用的这些水 住的超过十天左右的时候 甚至起了各种枕 一开始还以为蚊子咬的 当时的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 2004年平塘县又筹缩了四十万元 在大窝当附近建成了一片 一百二十平米左右的科考用房 已供频繁往来的科研人员 可以有落脚之地 好让南仁东等人 不至于每次来考察 都在老乡家中过夜 而这片科考用房 后来也成为了施工阶段 初期的指挥部保留至今 我们是幸运的 因为我们离不开 当时说是三千四百万 当时现在多得多了 贵州乡亲们的一路陪伴和支持 由于把台职选在了贵州的 喀斯特洼地上 借鉴了美国阿雷西伯望远镜的选址方式 外界猜测 FAST项目的技术方案 也源自阿雷西伯 但是没有一样是高贵 虽然说前面有一个阿雷西伯 三百米也是个酒罐装的 望远镜 但是它的方案根本没有办法 远方不动 用到五百米 几乎是推倒从来 除了选择中国贵州特有的 卡斯特洼地作为台职 FAST更具创新性的 就是利用了多种新技术 实现望远镜 接收宇宙信号的解决方案 这与阿雷西伯的设计理念 截然不同 当时我们计划的是五百米 要比阿雷西伯 大得多 这个反射面 按照阿雷西伯的那种办法来做 你根本加不起来 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接收机怎么把它弄到焦点上 这个方案是最具风险的了 长期从事天文设备 技术优化研究的 涉电天文学者邱玉海 现今已经退休 当年正是他完成了南人东口中 那个极具风险方案的首次推演 当时我们碰到那些技术困难 就是困员怎么弄 我翻页这些技术资料 给我啟发是不是可以办 我们所需要的部分的球面 选择的变成泡尾面 这样就实现了 就主动反射面的这个概念 FAST项目的方案 被外界认为过于创新 且有较高风险性 它所使用的各种技术 虽然在世界不同工程上 都有成功的案例 但谁也没有把握 能把这些技术 集于一体实现 当时的技术条件 跟现在是不可别 所以他们这个工作 是很艰难很艰难 可是在这很艰难当中 它是做了各种的创新 进入预研究阶段的 南人东团队 一直同时在多个技术方向 寻求推进 他们尝试着各个系统的 搭建和演算 2004年的北京密云水库北岸 一座3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在国家天文台 密云观测站的一片空地上 拔地而起 那个时期所有的各个分系统的 关键技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但是缺一个系统性的验证 就是把所有的各个分系统的 关键技术都综合到一块 然后这个时候 在密云的观测站旁边 我们做了一个缩持模型 能更好地知道 我们这个系统 它的施工步骤 它的具体的设计 在什么地方下功夫 原来这座3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正是1比15的FAST缩持模型 它成为了日后建设FAST工程 一块不可或缺的试验田 整个密云模型就是一个小FAST 它包含完整的反射面 窥缘支撑 测量与控制 以及接收剂与终端 FAST望远镜的四大工艺系统 它完全包含的 而且我们连调了之后 真的成功地观测了 这个来自银河系的中性倾 就是一个能可预用的 一个望远镜 这座模型的建成 是预研究阶段 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 它的成功观测 告诉了所有人 FAST项目的设计是可行的 这对工程的整体方案调整 和可行性研究 都是至关重要的 整个的方案 演化 到今天这样 这不是一个两个人 这是经过了 几十个研究所 上百个 专家 团队 投入了这么多的 可气力量 进行了漫长的预研究 在FAST预研究的这些年里 中国天文学科 迎来了历史上发展的 好机遇 中国科学院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等多所高校 先后建立了天文学院或系 这一时期 世界上口径最大 光纤数最多的 郭首进光学望远镜 在国家天文台 星龙观测站的落成 也让中国学者 在银河系和恒星物理研究中 取得丰硕成果 而在射电望远镜中 像FAST这样的工程 预研究实属罕见 它涉及学科的多样 深度 以及之间的交叉 相当一部分领域 都是在探索中 寻找道路 而且没有经验 可以借鉴 我们要对一系列的 相关技术 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一段时间 我们成为预研究事件 从到贵州宣旨开始 一直到我们认为 我们的接触方案 基本是可行的 这个时间 我们用了超过13年 长达13年 预研究的艰辛之路 终于换来了 FAST工程的整体方案 和可行性报告 但想要经过中科院 向国家申请立项 除了要有 过硬的技术方案 还必须经过 激烈的内部角逐 中国天文学会副理师长 郑小年 长期从事基础科学设施的管理工作 对于FAST 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始末 郑小年历历在目 当时是有三个项目 一个是FAST 一个是Ens视线望远镜 一个是空间太阳望远镜 那么三个项目呢 都在院里头做过几轮的 反复的筛选 一个地面 两个空间 对咱们国家来说 卫星的寿命 大概只有三年到五年 另外呢 发卫星又有很多不可控的这种因素 加上FAST更具有这种 国际领先的地位和创新性 最后综合评程下来 这个院里头就向国家发改委推荐 选择这个500米口径球面射电瓦 已经作为十一五的建设项目 2006年3月29日 一场关乎FAST工程命运的评估会议 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 中科院邀请了世界上相关领域的 顶级专家 前来评估它的可行性 最终 汇总各国专家意见 反馈给中国科学院的结论是 FAST项目可行 在仔细审视FAST方案的时候 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帮助 它最后能够奉献出 什么样的产出 我们当然要有预测 科学的分析规划 这样才能使得你的努力 不会富之东流 2007年7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批复FAST工程正式立下 当这个消息确认后 团队每一个成员都为之欣喜振奋 可南仁东还是一如既往的严谨 他要求团队持续不断的优化项目方案 尤其是极具创新的主动反射面技术 对于这个关键技术 核心团队一直研究如何构建一个轻型的溃源系统 射电望远镜的工作原理是 通过金属材料的镜面 实现反射来自宇宙天体的无线电波 使它们到达公共焦点 最终转化为电压信号 实现溃源 同样是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阿雷西伯 采用的是反射面固定和硬支撑移动机械臂的方法 实现溃源 这种方式除了成本过于昂贵 而且当口径换成500米时 硬支撑结构的质量和体积都会过大 导致难以实现 而采用主动反射面的FAST 在利用柔性锁网支撑反射面的同时 可以顺时改变反射角度 配合溃源仓移动进行聚焦 除了可以覆盖更大的空域跟踪天体 还能极大的节省材料成本和能耗 这个方案既复杂 又极度具有创新性 但创新往往意味着存在未知的风险 500米主动反射面 在地面变形 留个几百米的钢索 把接触机拖到变了形的 把后面焦点上 它太大了 这个方案太复杂了 就连南仁东自己也认为 这个方案十分冒险 因此 它需要一个结构工程 和固体力学交叉的专业人才 反复验证方案的可行性 这正是南仁东 迫切需要浆棚的原因 FAST的所涉及的内容 相关性比较强 它这个对力学的要求非常高 所以正好我学的这些东西 可以覆盖这些内容 所以就当时面试的时候 几乎是第二天打电话 就明确地通知我 可以进入这个工作团队 江鹏才进入FAST团队不久 就接到了南仁东 交给他的监局任务 全面检查锁网支撑的可靠性 认真地考察演算了一番后 江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他认为现有方案中的锁网 抗疲劳程度有问题 于是他把发现的疑问 形成文字交给了南仁东 我只是做了两个简单的文化 并没有覆盖所有的文化 它的英零符记已经超过400了 所以当时感觉上原来的评估的 是有些问题的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是依靠锁网的柔性伸缩 来调整反射面角度 实现对观测对象聚焦的 支撑反射面的钢索 既要使用柔性的金属材料 又要保持材料超强的抗疲劳性 江鹏计算分析后认为 要满足500米口径的主动反射面运动 现有钢索的英零幅度不够 抗疲劳参数也不满足 钢索发生的要550兆帕 可是工业市场给我们提供了300兆帕 这肯定要断的 另外我们要疲劳次数 我们的锁就要用上百万次 要么运行运行断了 那就完了 贵州横跟千里的公路网络上 最出名的就是隧道和悬锁桥 连接上千米大桥的钢索 难道无法满足一个望远镜的需求吗 这是由FAST钢索的特殊工作方式决定的 悬锁桥的承重主要集中在水泥桥墩上 它的钢索只是负责牵引 应力服务较小 而FAST工程的钢索需要承载整个反射面 超过2000吨的质量 寻天时还要不停拉伸 改变反射面的聚焦角度 它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它是在基础层面出问题了 它不是在一些你能控制的参数上出问题了 有过工程经验的或直觉的人 都会非常敏锐地意识到 这个材料工艺层面出问题是最难解决的 绝对是钻钻性的 这虽然是一个刚走出校园的博士 所发现的问题 但却引起了南仁东的高度重视 团队马上从国外购买了十几种 顶级强度的钢索 但结果都不能满足需求 世界上还没有硬力服务 超过300兆帕的钢索 很多新材料都是日常上没有的 钢索到国外买还没有 那怎么办 我们不会连钢连铁 不是从这开始 方案里头没有想到 我们会遇到所疲劳的问题 这是南仁东万万没有想到的 现在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批复 台址的勘察已经完成 如果所疲劳问题不解决 主动反射面根本无法实现 这个时候还有其他退路吗 准备退路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退 你知道吗 主要的压力还是在领导层 尤其是南老师 因为所有的项目的这个立项的过程 包括这个方案的制定 都是他来负责的 包括他对天文口的承诺也好 对国家的承诺也好 而且他又是非常信守承诺的人 所以这个对他的压力是尤其尤其大的 就在团队遇到所疲劳问题之际 这个庞大繁复的工程 也在改变着当地的命运 平堂县对望远镜核心区域 五千米范围内的 两个乡镇八个村 一千七百九十四户 八千零九十七人 开始进行搬迁安置 2008年12月 FAST工程的电机典礼 在大窝大如期举行 这一切无疑给身为项目 首席科学家和总工程师的男人东 增添了巨大的压力 如果将来项目没赠取成功 你怎么交代啊 签了国家的 乡亲的 我有退伍吗 项目进行到这个阶段 已经没有停下来的可能 现在只能继续向前走 如果像阿雷西伯一样 保持固定硬支撑的反射面 是一个解决方法 事到如今 难道要临时更换方案 改变反射面的结构形式吗 这个事情一传开之后 很多的天文界的同行 就已经开始质疑 这个项目可行性了 我们团队内部也在质疑 也在提其他方案的对比 包括已经要做工程上 可行性的这样评价 到底采用哪种方案更好一点 然而令南仁东没有想到的是 还未解决钢索疲劳问题 团队再受打击 同样在2009年 望远镜的宇宙信号接收机 也就是溃源仓的信号传输光纜 在测试材料时 同样发现了弯折疲劳问题 它与钢索的材料问题 如出一辙 命运模型因为没有全复合的工作 但是到了立项以后 在市场上调研的时候 让我们大吃一惊 能弯折次数最多的光纜 它只能弯折1000次 理由我们FAST的需求 差距非常的大 由于FAST项目的创新理念 实现接收信号的溃源仓 并非固定 而是可以自由移动的 它由六个百米的高塔 延伸出的钢索拖拽 当观测天体的位置确定后 钢索就会牵引溃源仓 准确移动到指定位置 接收来自目标天体 发出的无线电信号 光纜承载着将信号 传回终端的功能 我们联络了北京邮电大学的 一个光通讯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还联络了武汉光谷 这样一家企业做光纜的 我们三家单位 共同开始就研制 可多次弯折的光纜 到下半年的时候 我们拿到北游做实验 第一查的实验 大概弯折了3500次的时候 就断了 3500次比1000次 其实已经提高了 但是距离我们的 五年的6.6万次 还差距蛮大的 这一年 64岁的总工程师南仁东 遇到了灾难性的打击 反射面和溃源仓 两处的建筑材料问题 把他和团队逼到了绝路 大窝挡周边 已经开始搭建临建房 面临工程即将动工的 FAST团队 到底何去何从 这一年